临时礼物 丁浩棠 明天是爸爸的生日 你想好给爸爸送什么礼物了吗 我早就想好了 我要给蓝天爸爸买一个超人斗篷 这样爸爸就能变成超人了 妈妈 你给爸爸买什么礼物 我呢 准备给爸爸买一件最新上市的 能根据温度变色的衬衣 就是那个 广告里说的那件衬衣吗 我还要给爸爸送上一大树鲜花 我还要送给爸爸一顶帽子 我再给他做一桌子好菜 我要给爸爸画一张画 天还没有亮吗 苗霍棠 快起床 快起床 不是天没亮 是阴天 咱们睡过头了 果然阴天最适合睡懒觉了 蓝天爸爸 时间就要回来了 咱们还没给爸爸买礼物 抓紧时间 这下彻底来不及了 有了 我可以把新学的钢琴曲弹给蓝天爸爸听 作为礼物 对 我也可以把新学的歌曲当做礼物唱给蓝天爸爸听 我刚才总要叫到对我 鱼躲妈妈的唱歌礼物要是超过我的弹琴礼物怎么办 棉花棠 你是故意给我捣乱吗 别谈了 是你先给我捣乱 妈妈捣乱了 你先给我捣乱的 喂 是蓝天吗 外边雨很大 我还得半个小时才能到家 不急不急 你慢慢走 一定要注意安全 爸爸还有半小时就到家了 可是我们为他准备的礼物 这想完了 这可怎么办 我们合作吧 找到生日哥了 不过我们最好能有点创意 创意 我们就这样 好了 我们先把棉花棠开始吧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 不对 我弹错了 再来 没问题 棉花棠钢琴家 祝你生日快乐 我唱错了 应该是祝蓝天爸爸生日快乐 再来一下 好的妈妈 zusammen 好的妈妈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蓝天爸爸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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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祝爸爸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爸爸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好感动 可是爸爸 我们没有给你准备礼物 我本来打算今天出去给你买礼物 可是我们骑晚了 外面的雨又太大了 刚刚你们不是送过礼物了吗 我特别喜欢你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觉得好幸福 寻找流星 蓝天爸爸云朵妈妈 快看 绵花团画得真漂亮 颜色倒是很鲜艳 不过这个地方不对吧 太阳怎么能是绿色的 应该是红色的才对 这是因为 对 non 还有这儿 小狗怎么用两条腿站立 和人一样 这个狗狗是因为 还有这个完全搞错了 对了 还有这个自行车的轮子怎么是方的 这是模糊 长得比树还高 为什么不能这样画 因为这样不科学 云朵妈妈和蓝天爸爸可真没有想象力 蓝天爸爸 云朵妈妈 你们看 两颗星星掉下来了 我们去捡猩猩吧 去找手电 捡猩猩 开什么玩笑 一定是棉花团觉得猩猩很漂亮 我们要是破坏了它的感觉不太好吧 说的也是 我们陪它一起玩吧 根据我的推测 星星掉下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根据我周密的计算 星星会落在这儿 太好了 正好是我们家附近 我去找星星了 棉花团 别着急 我们需要先找一个可以装星星的容器 瞧瞧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 这些盒子多漂亮 可是 把星星装在纸盒子里就看不见了 这样 那好吧 我们找一个玻璃瓶就可以了 棉花团 这个怎么样 会不会有点小呢 这个呢 这个没盖子 星星会从这里逃跑吧 这个瓶子怎么样 这个好 装星星正合适 怎么选了个最丑的 云朵妈妈 快走吧 我们快去找星星 要是要是去晚了 会被别人捡走的 好 走吧 等等 要先戴好手套 说不定星星又滑又烫呢 来 还是爸爸最星星 真的要出去吗 外面黑灯下火的 那怎么办 赶快找个镜子 赶快找个镜子 米花 您要和我们一起去找星星吗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棉花团快看 星星已经掉下来了 它砸在米花头上了 哪呢 没错 一定是星星砸的 可是这星星弹到哪去了 我们就在家里找找吧 妈好吧 我去厨房找 我去沙发后面看看 米花 我们也快点找 要比爸爸妈妈先找到 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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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找不到 哪都找不到星星 星星会不会碎了 怎么办 到哪给棉花团去找个星星 这下糟糕了 看来游戏做不下去了 只能像棉花团实话实说了 好吧 棉花团 其实 这个星星就算真的掉到地球上 也只是块大石头而已 不是闪闪亮的 更不像米花头上的那种五角星星上 这下糟糕了 棉花团你别着急 明天妈妈去给你买一条五角星形状的项链 保证亮闪闪的 这是怎么了 ,没法上我 蓝天爸爸 云朵妈妈 我跟你们闹着玩 我知道星星掉到地球上的是陨石 我们幼儿园老师讲过的 那你还让我们帮你找星星 我是怕爸爸妈妈的想象力都丢掉了 我是在帮你们推上想象力 棉花团你可真会演 爸爸妈妈表演的也不错 妈妈呀 妈妈呀